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都有喝酒的习惯 适量喝酒对健康非常有益处 适量喝酒有活血和促进代谢的功效 不过如果喝过量对健康反而有害处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喝酒后千万不能吃这四种食物 不然就等于慢性自杀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喝酒后究竟有什么食物不能食用吧 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知道 1.浓茶 很多人认为酒后喝茶可以洗脑 能够帮助解酒 酒精进入人体后会让血管扩张 导致人体心跳加速 血液流通变快,变得异常兴奋 而喝浓茶会使得血管继续扩张 大大增加血管和心脏的压力 这样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 对健康危害非常大 如果酒后要喝茶 千万不要选用浓茶 应选择淡茶 还有其实酒后喝白开水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海鲜 海鲜也不建议跟酒一起食用 尤其是痛风患者 这是因为使用海鲜时饮用大量啤酒 会产生过多的尿酸 从而引发痛风 这是因为啤酒耐生产中使用的酵母里含有大量维生素B1 维生素B1导致飘零转化为尿酸 因此容易使得病情加重 3.安眠药 还有酒后千万不能吃安眠药 这样做是非常致命的 这是因为酒精对于大脑皮质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喝完酒后可能导致情绪亢奋 如果这个时候使用安眠药 会导致双重抑制作用 容易出现昏迷不行的症状 或是呼吸受到抑制 甚至还会使人反应迟钝 呼吸及循环中枢也会受到抑制 出现呼吸变慢 血压下降 休克 甚至呼吸停止而死亡 所以服用安眠药切记同时饮酒 4.榴莲 建议大家吃太多的榴莲之后不宜多饮酒 这是因为榴莲含有大量的硫成分 可使以全脱青霉的活性大大降低 从而影响肝脏对酒精的代谢 榴莲性热且含飘零成分 而啤酒中也含有飘零 喝啤酒本来就会导致尿酸伤高 导致痛风的发生 如果吃榴莲的同时又喝啤酒 就更容易导致痛风发作 还有榴莲中含大量的硫等元素 吃了榴莲会使人身体对酒精的分解能力降低 对健康危害不小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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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